想不到都已经第四年了,你庆祝生日还能有新花样? 之前是气球,这次又是彩带,你还真是显不住。 老规矩,谁挂上去的谁来收拾? 嫌累的话,随时可以留下来,反正家里也不缺你的东西。 觉得今天让你放假很意外? 工作都做完了,以某人的性子肯定坐不住。 而且,我也很想早点见到你。 连卧室都装饰了,不是让我从早到晚都惦记着你的意思。 虽然总说你在这种事情上花费太多精力,不过我也很清楚,你做谢谢是为了什么? 比起惊喜,不如说是回家的感觉更强烈了。 还有越来越多的所谓同款。 这次没想吐槽你,也没说不喜欢。 你送的衬衫烫好了,和灵带挂在一起, 其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,我也都收着了。 至于那些熊猫玩偶,你喜欢就放着吧, 正好跟你买的那些幼稚的小动物白石做个伴。 没什么好惊讶的,我始终都允许你进入我的生活, 与你有关的一切,早就成为了我的一部分。 作为回报,我也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。 不仅是回礼,也是承诺。